大家好, 歡迎收看《健康同督商》 我是葛德欣 繼續跟黃醫生說考前備考的食療 黃醫生有家長跟我們反映 在考試之前, 也幫自己的兒女 很精心地想很多食譜、菜單 但結果, 自己的小朋友 沒什麼食慾胃口, 令他們觸手無策 一日三餐, 該如何調理 才能吊起孩子的胃口 讓他以最佳的身體狀態上考場 成為每位家長非常關注的問題 我不是很明白, 黃醫生 為何每逢到考試之前 學生都會沒什麼胃口 主要是緊張和壓力造成的 夜市臨近考試 學生的情緒就越緊張 壓力作用於神經中樞 就會抑制胃腸的昏迷而運動 胃液昏迷不足 當食物進入胃內 會直接摩擦胃壁 造成疼痛或傷害 就會出現食意下降或胃痛 夏季天氣炎熱 很多時候喝很多生冷食物 對我們脾胃功能也會有所損害 同時也會降低胃液的分泌 所以胃口固然就會變差 體內濕氣重的學生 由於藍荒、鼠絲加重 除了易感疲勞外 濕著困皮也會影響胃口 提醒大家 在考試期間 盡量吃得清淡一點 就少吃一些煎炸的食物 否則對我們身體真的不利 油膩的食物 可以消化,也應該少吃 飲食安排 應當以清補醬皮、氣屬為原則 接下來我給家常推薦一個 環節焦力、醬皮開胃的食料方 檔森山藥粥 檔森山藥粥的材料 有檔森30克 伊人30克 檔森30克,山藥60克 東北大米50克 先將檔森、伊人 山藥、檔森洗乾淨 檔森就要去心 再將大米洗乾淨之後 加入清水 放進上熟的材料 用大火煮滾之後,再轉小火 等到米熟所變成湯酬度 比較高的時候 就可以加一點陳皮 竹煮熟之後就可以將陳皮剪出來 再加少量的蔥花、鹽來調味 這樣就可以食用了 其實大米在中醫湯肉當中 就是所指的精米 這個精米可以幫助我們補氣 以及除非解渴的功效 你知道夏天有時候流氾比較多 瓶液就會耗費得比較多 所以吃粥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當生這種藥材在寧蘭波湯食譜中 佔有一席之地 它能健脾養胃 補會益氣 可增強免疫力 提高機體的應激能力 對於情緒緊張和胃腸功能紊亂 有較好的改善作用 但這個粥不僅可以補脾胃去濕熱 同時可以緩解考生、考前緊張的情緒 令它們更好調節過來 如果是體內濕氣比較重的話 就可以加重二人的份量 今天我們節目中介紹的這款竹品 同樣可以幫助大家更好應試 但還是那句 心情在教自己去調節 希望你也可以一放輕鬆 既然大家對我們今期節目感興趣 開唱到廣市網點擊重溫 平時也有關注屏幕下方顯示 健康動篤修的新浪官方微博 留言給我們 謝謝黃醫生的推薦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